請各位再切到工作表裡面 IEPT 做完了 切到那個 LEN and mid這個 那其實文字函數裡面還有很多啦 比如說 LEN好了 LEN請你算一下 比如說這個 前面這個範例是 身份字號到底對還是不對 那身份字號對還是不對呢 其實可以用什麼呢 它裡面的字數長度來判斷 所以呢 應該身份字號是幾個字呢 10個嘛對齁 所以如果不是10個字表示錯誤 那如果我希望能夠 找到錯誤的部分那當然你不可能用人工來算 一個月1234 對 不對 他這樣算多而且字這麼多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利用函數幫你解決 那怎麼算呢 1請你郵標先停在那個 記得切到這邊 然後找到 C3的儲存格 按插入函數一樣喔 那我們插入函數的流程 都固定了 1插入函數 2找到你的類別是文字 因為剛剛我們是文字所以他會記得你剛剛是用文字 3請你找到 LEN 所以往下找他按照英文的 字母順序排列 那你找到 LEN 這個 LEN 之後按確定 那他一樣嘛 他會問你說 請告訴我你的文字放哪裡 那你又告訴他說我的文字放在 B3 那他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 B3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幫你丟到這個格子裡面 然後呢 幫你算完 結果 就是10個字 有沒有啊你會發現喔這邊底下會有10 告訴你說喔 那實際上函數喔 有點像是問答 你給他資料他給你結果就這樣而已 你問他 他反正就是丟幾個字丟一個文字給他你幫我算 他回來 就是給你一個數字 OK 好了之後按確定之後 那向下填滿 但你會發現喔 裡面的話有兩個是錯誤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邏輯判斷的話 當然你可以在旁邊 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OK那邏輯我想下一個階段的課 不過你可以 下一階段的那個 練習啦 那不過我們可以先 假設我今天要在旁邊 做一個YES或NO好了 是否正確的話 那你還可以什麼 在第3儲存格裡面插入一個 邏輯 所以這裡的話請你把類別 改成邏輯 那我想那個邏輯裡面的if函數 應該大家應該都有用到 這個函數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會用邏輯的話 很多工作變成你要來判斷的 而不是Excel幫你判斷 那如果要判斷什麼呢 if 如果呢前面的儲存格 假如等於10的話 那我幫我輸出什麼呢 輸出是 反之的話 輸出不是 那我當然用簡單一點 如果是的話呢就一個Y好了 YES 反之就NO 輸入一個N好了 OK Y跟N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又多 學了多用了一個就是所謂的邏輯函數 if 所以你就插入函數裡面找到邏輯裡面 會有個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的邏輯 所以我就把 C3的儲存格的資料丟進來 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等於10 如果是的話呢 所以第一個 你看看第二個格子 如果為True True的話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是 這個邏輯是對的 是10個字的話 那我就輸出 輸出什麼呢 輸出Y 反之False的話就是 不次 不是10個字 那就輸出N OK那你就按確定之後 其實也可以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 他會自動幫你 把 是或不是 的結果 產生到那個 我們的 D欄裡面 所以請各位 第二個 再幫我練習一下 那個 LEN函數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先用LEN 去算一下幾個字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再 把那個 我把這個 稍微放大一下 Yes 混弄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 用那個 邏輯 就是用 if 記得插入函數裡面是用 if部分 試一下這個部分 就是 在判斷說呢 到底 他裡面 放的 這個 身分字號呢 是